来看到我们的总统这个马英九啊 他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有搭这个行政专机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说 哎这个不是公务人员在搭 或者是不是为了因工而搭的话呢 他们自己买单是花了98万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看到了啊 这个所谓搭的这个福克50专机 国防部所定下来的非公务人员 搭乘行政专机的付费标准 算出来了一个价钱了 没错之后还要再选举 如果再搭的话呢 听起来很有诚意说 哎我们自己买单 结果国防部算出来说 台北高雄航线 每一个人的行政专机票价 居然只要337块了 比统联还要便宜耶 比台北坐到台中的这个 自强号都还不够负 被骂说你这个是怎么算的 是开人民的油 康人民之铠吗 国道客运台北到高雄400块 很多民众都已经觉得够便宜了 但是你知道吗 搭乘总统专机更便宜哦 坐飞机比搭客运划算 是今天呢 根据国防部提出来的行政专机票价表 台北高雄福克五十搭一趟 只要337块 比起一般航空公司要价1400块 高铁1490 自强号845 国防号520都便宜 经济实惠到连自家人都傻眼 讲实在话 我自己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也蛮压抑的 但是后来知道这整个过程才知道 这只是初步的概算 也跟府院高层也做说明 我们并没有要参考这么一个数据 就未来的一个收费的标准 而是呢 我们会审慎的研究 国内外的状况 如果真是初步规划 军方为何赶送总统府 突如其来的记者会 相关单位似乎乱的手脚 连资料都没准备好 台北高雄行政专机 只要337块 便宜了非公务人士 引来立法院大声批评 面对国会跟总统府的强力反弹 军方已经自动取消台北高雄337的票价版本 未来票价如何 国防部还在一段当中 终究人家六一桥台北报道